I never made it But I know I'd take someone 哇~~ 哇~~好美喔~~ 好美喔~~ 真心覺得美 這個真心覺得美 後面真的很漂亮 用前鏡頭拍不出色彩 哇~~ 好美喔~~ 超級美啊~~ 超級美啊~~ 今天我們來到北海岸 北海岸白沙灣這邊 我們來看日落 帶大家來到這個林鼻山 林鼻山步道 算是最北最北的一個落日步道 它步道很短 大概才600公尺 然後全場都是木站道 非常漂亮 把握著這個日落的時間 旁邊有些狗 有點吵 我們趕快來追日落 林鼻山步的木站道 是在剛剛這個地質公園 這個花花地質公園的對面 對面這邊有一條路 從這邊過去 才是木站道 往漁港 漁港 漁港的方向 不是漁港 漁港的方向 我們走下去看一看 那我們剛剛從那個入口進來 會經過一個土地公 然後往下走 其實車子應該可以開到這裡來 可惜我們剛剛開到上面那個 那個冰海遊戲區那邊 休息區那邊啊 所以要多走這一段路 那我們如果有來林山 林山步道的話 就車子可以直接開下來 停在下面的這個停車場 比較方便 這個停車場好像位置蠻多的耶 哇 哇 哇好多人在拍日落喔 哇 日落欸 好美喔 林山步漁港 超超美 超級美 那個 碼頭 喔 好 喔 日落在前面 要下山了 我們現在去看看我們的木棧島 對面這邊 哇 太陽下山了 不錯喔 哇 這裡有個美美的 美美的牌子 超美 超美的 超美的 太陽下山了 這是 600公尺的木棧島 很可惜 我們走錯路 所以走了兩趟才找到這邊 本來應該是 我們邊走這個木棧島的時候 就邊拍戲啊 可是實在是 走錯路 所以我們的 夕陽已經下 有點下山 應該會下山 所以拍不出 那個 海洋裡面的感覺 但現在也是滿美的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那個 富基漁港那邊的 日落 那邊就可以拍得到 你看這個顏色也很漂亮 七彩 好多人在下面啊 很多人在嘶吼 太開心了 真心覺得美 這個真心覺得美 後面真的很漂亮 那個用前鏡頭 拍不出那個色彩 等一下給你們看前面的 畫面就是真的覺得 超級美 沿路看看 很美的 水彩畫 是不是很像水彩畫 有些 有些 臨迪山拱橋 這個是臨迪山拱橋 這個是臨迪山拱橋 這個是小拱橋 超美的 超級漂亮 太陽下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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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陽下山就沒有那麼熱 帽子就可以 下來很多人在拍照 可以下去 可以下去 找壁走 拍照 可以下去海邊 看看風景 很短短的 面穿高 很美喔 超級漂亮 對 越走越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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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越走越暗了 可是我們快走到 步道的終點 咦 終點好像是 跟我們停車的地方長好像 其實好像終點也沒什麼 好像沒什麼 就是再往下去 好像就是走去海邊的 對不對 往山之 所以我們應該是要回去 去剛剛那個地方才可以去 下去海邊 看日落 我們現在已經走到 步道的 最終點 現在有點暗 所以畫著就好 我們現在要走回去 走回去 所以如果你們來走這個 木栈道的話 其實不用走到最低 走到差不多有那個 可以下去海邊的位子 就可以下去看海了 因為這個木栈道 原則上它就是沒有很長 它後面會接到別的地方 很黑喔 可是晚上來會有點可怕 我們先去海邊 我們下去那個步道海邊去看 剛剛那邊樹木比較多 樹木比較多 就非常非常暗 沒有樹蔭的地方就會有光 從這邊 從這邊下去 就是去海邊的地方 就是去海邊的地方 這一條路 這邊走 那我們現在從這個 這條小路下去海邊 地面其實有很多樹枝 防滑概念 土都軟軟 土都軟軟 好漂亮喔 好美喔 哇 看到這個光線 天兒阿 這個光 閃閃發亮 對我們剛剛就是從那邊 走走走走走走 走木栈道從這邊下來 雖然沒有追到最下沉的太陽 雖然沒有追到最下沉的太陽 可是這個光也很美阿 天兒阿 走了烏七麻黑的一路 終於看到這個彩虹光 超美 不能更開過去 光會暗掉 我在這邊做一個Ending 我們今天來到北海岸 北海岸我們去了一個咖啡廳 叫做兔 我另外一部影片會介紹兔 然後再來就是來看了這個 若日步道 林山比若日步道 短短的600公尺 對你們如果有來北海岸的話 非常推薦你們 車子開進來不用走太多路 走到木栈道之後 下來其實它就是一個白沙灣 接過來的一個海岸 可以看日落非常美 看我前面的影片介紹就可以看到 算是一個很輕便很適合親子來的 短短的步道又很美 推薦你們如果有來北海岸的時候 千萬不要錯過了 就可以帶著小朋友帶著家人 一起來看看日落喔 那如果喜歡這種小品的推薦 請幫我按讚分享加訂閱 那我會持續為大家介紹這種 很適合全家大小一起出遊的小步道 謝謝大家 掰掰